作为被冠以陆战之王美誉的绝对顶级陆战兵器 现代主战坦克一直以来都是大国陆军的招牌 主战坦克性能的好坏与否 直接关乎着一国陆军的真实战力 这一点单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所装备的主战坦克 几乎都是同时代世界最顶尖的主战坦克便能看出 毛与顿的关系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常态 号称陆战之王的坦克也会有针对性的武器来应对 而在这些现代反坦克武器当中 单兵反坦克导弹可谓是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武器 一个单兵就能背着跑的反坦克导弹携带便捷 同时还对现代主战坦克有着一击必杀的强大秒杀威力 这在实战当中已经出现过了很多的类似战力 乌美嘉莲的单兵反坦克导弹 因此成为了最成功的反坦克武器之一 相当多军费部充裕的小国都以此 为主要反坦克武器大量装备 但时常一发秒杀现代主战坦克的反坦克导弹 真的就是外界传言的那样是顶尖坦克杀手吗 有关于这一点 美国军事专家就曾经做出过严谨一概的总结 错得很离谱 现代战争当中最常见的反坦克作战 基本都出现在中东地区 以叙利亚战场为例 大量装备着苏制T-72主战坦克的续政府军 在攻城拔寨的战斗中 经常遭遇使用单兵反坦克导弹的反对派武装 制造于苏联时代的老旧T-72主战坦克无力招架 时常被这些反对派武装使用的反坦克导弹击穿坦克装甲 进而诱发弹药迅爆 造成整辆坦克车毁人亡 据反对派武装手中使用的反坦克导弹 大多数都为美制陶改式反坦克导弹 以及英国产 以及英国产米兰反坦克导弹 这两种较为老旧的反坦克导弹 皆诞生自冷战时期 破甲深度相较于现代反坦克导弹来说并不高 630-700毫米的破甲深度 是续反对派武装手中 单兵反坦克导弹的极限威力 至少在绝大多数已知的机会记录中 续反对派武装使用的单兵反坦克导弹都莫过于此 作为对比 叙利亚政府军手中的T-72主战坦克则稍嫌不足 相当多的续政府军T-72主战坦克都没有加挂接触一爆炸反应装甲 这种因军费不足造成的尴尬 进一步削弱了续政府军T-72主战坦克的防御能力 这些老旧的T-72坦克抗破甲数值大约只有500毫米上下 被坦克批次型号和临时改装的不同上下有所浮动 而且这还是坦克车体正面最坚固的手上装甲抗破能力 如果是脆弱的坦克侧面或者后部的话 没有复合装甲保护的区域就更加不堪一击了 矛强于盾的事实 造成了续政府军手中的老旧T-72主战坦克被大量击毁 防御能力不足以抵挡住高川反坦克讨弹的T-72 一确如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堪一击 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 续政府军精锐王牌老虎部队的手中 则大量装备有俄军现役的T-90A型主战坦克 该型主战坦克是俄罗斯自T-72基础上改进得来 换装了新式的焊接炮塔 并加挂接触物爆炸反应装甲 由此大大提升了坦克本身的防御能力 老虎部队的T-90A主战坦克曾在野战环境下 遭遇到反对派武装淘二型反坦克导弹的直接轰击 被直接命中炮塔正面装甲 但意外的是 T-90A强悍的防御性能救了车组成员一命 被接触物爆炸反应装甲提前引爆了陶二导弹 并未能击穿T-90A的炮塔本身装甲 简而言之就是 打上去听了个响 没有实际作用 换装了新式焊接炮塔 并加挂了接触物爆反的T-90A 其炮塔正面抗破甲能力达到1000毫米 完全不是破甲深度只有800毫米的 陶二反坦克导弹所能击穿的 事实上 除了老旧的T-72主战坦克以外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主流主战坦克 都具备强大的抗破甲威力 伊拉克战争期间 一辆英军挑战者2主战坦克 曾在近距离遭到超过60枚RPG火箭弹 和8枚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但结果是 这辆英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 只受了些轻伤 美军的M1A2主战坦克 在伊拉克战争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没有被从正面击毁过 现如今 世界被反坦克导弹大量击毁的主战坦克 几乎无一例外 都是各大军事强国的外销猴板坦克 亦或是 向苏联解体后留下的 老旧T-72这种款式 事实正如美国军事专家所言 反坦克导弹轻易击毁 抗破能力 在1200毫米以上的 武长正版主战坦克 这其实是一件错得很离谱的事情 单兵反坦克导弹 终归只是一种威力有限的武器